《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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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感谢神赐给我们祂的话语 并且让我们能够顺服祂的话语 我们相信顺服神的话语 就是蒙福的人生 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之说 因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 比先前雅摩利人所行的更甚 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 陷在罪里 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必将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 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 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 和亚哈加的献陀 拉在耶路撒冷上 必擦进耶路撒冷 如人擦盘 将盘倒扣 我必弃掉所余圣的子民 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 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 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 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 惹动我的怒气 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使犹大人陷在罪里 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 充满了耶路撒冷 从这边直到那边 马拿西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和他所犯的罪 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自己公院乌撒的院内 他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 亚门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年 他母亲名叫米苏利密 是约提巴人哈鲁斯的女儿 亚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与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 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 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 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 不遵行耶和华的道 亚门王的臣仆背叛他 在宫里杀了他 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 立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 亚门其余所行的事 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亚门障在乌沙的院内 自己的坟墓里 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见这个马拿西王 他行了很多神不喜悦的事情 那神也一直不断的要这些先知 来提醒他 警告他 那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 第十节说 耶和华借他的仆人众先知说 因犹大王马拉西行这可证的恶事 比先前的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 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 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神的生气好像神非常的愤怒 所以甚至神给他一个很重的审判 一个很大的提醒 那为什么神这样子的生气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提醒他 借着众先知来告诉他 但是他不愿意听 仍然继续的犯罪 所以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不听神的劝告 我们不愿意悔改 有一天神必会向我们施行审判 他会倾倒他的愤怒 在那一天来到的时候 我们就算后悔也来不及了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现在我们就要明白神的旨意 如果神今天光照我们 我们就要快快的悔改 那有一些人说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犯罪 我不知道做这些事情 到底神喜不喜悦 所以活在控告当中 其实也不需要 那我们要知道神其实会告诉我们 神当我们活在罪里面 或者是当我们陷在罪中的时候 神也会来提醒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分辨的能力 可以来查验神 他是否喜悦我们信天所行的 那我们怎么分辨呢 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 这里告诉我们说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有很多的事情 他是情欲的事 包括奸淫 污秽这些神不喜悦的这些事情 圣经告诉我们都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你很容易就可以察觉 你很容易就可以辨别的出来 你不用有一个先知性的好像提醒 有时候你知道你做这些事情 你心里不安 你做这些事情 你觉得好像我不应该这样做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提醒自己说 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情 我不应该这样做 而当圣灵感动我们 提醒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要赶快的悔改 赶快的从那样子的罪当中离开 那有时候有很多事情 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想让别人知道 其实这就是已经是神的提醒了 为什么你做一些事情 你不想让别人知道呢 为什么你做一些事情 你心里就不安 然后你怕别人知道 你怕你做这些事情 你害怕别人看见 你害怕被别人宣传 你害怕被别人知道 有时候这也就是一种提醒 所以当圣灵提醒我们说 你做这些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 因为这些事情是显而易见 是一个神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要赶快踩煞车 不要一意孤行 做到最后好像上帝出手了 神管教了 我们才在那里说 上帝啊你管教太重了 我们才来懊悔都来不及了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要活在圣灵的光照当中 有时候圣灵在感动我们 一次两次三次 我们就要赶快醒过来 赶快的悔改 愿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开始来经历祂 我们开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让圣灵来介入 让圣灵来提醒我们 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更多的行在神的旨意里面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又看见了在马拿西王过世之后 他的儿子雅门来登基 而雅门继续好像行神所不喜悦的事 所以好像一代接着一代的 都做这些神不喜悦的事情 犯神所不喜悦的罪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雅门王登基 才短短的两年的时间 就遭到臣仆的背叛 在他的宫里面被暗杀身亡 所以我们相信神是有怜悯的神 今天我们虽然也是处在一个 很不敬虔不公义的环境当中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超越我们的环境 包括我们的原生家庭 包括我们所处的环境 然后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 求神帮助我们 虽然我们的环境有时候常常是不容易的 但是我们却能够在这些不容易的环境当中 来经历神的慈爱 经历神的大能 我有一个朋友 他过去 因为他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离婚 然后父亲是开餐厅的 父亲又结婚 然后生了一个孩子 他有一个弟弟 那个弟弟是他爸爸的新的妈妈所生的孩子 所以我这个朋友 他从小心里面有很多的愤怒 有很多的不平衡 然后他到了国中的时候 他就开始在家里面的餐厅帮忙 在家里面开始在餐厅里面 帮忙做这些工作打工 那他也开始在餐厅里面打工 他也开始喝酒甚至酗酒 然后他有很多的这些合理化的借口 那他爸爸责备他的时候 他就怪他爸爸说 因为你没有给我一个健康的家庭 因为我没有妈妈 因为我的人生有很多的这些痛苦 是因为你造成的 所以他有很多这些借口 他开始酗酒喝酒 他很年轻就开始酗酒 那我这个朋友 我认识他的时候 在我当兵认识他的时候 他仍然是常常喝酒 常常的抱怨 然后活在痛苦当中 当时我还没有认识神 但是后来我退伍之后 感谢神 神监选我 我信耶稣之后 我开始来找这个朋友跟他传福音 那有一天刚开始他拒绝听福音 他拒绝我跟他分享的福音 但是有一天呢 他的身体出了很大的状况 他的身体发炎 他的身体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手术 所以他的整个身体好像有很大的受伤 然后他因为长期喝酒 他的脑袋也开始受伤 他很多这些 整个身体好像很糟糕 这样子 那个时候 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 他开始接受耶稣 打开他的心 让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 感谢神 虽然他没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但是他听见福音 神开始改变他的人生 他的爸爸也看见他的生命改变 很奇妙的 就是在他受洗之后 他的爸爸有一个朋友也在那个时候 跟他传福音 然后他说我的儿子受洗了 所以我不知道我的儿子为什么受洗 但是我发现我的儿子信耶稣之后 生命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这个爸爸也跟着他的朋友去了教会 后来这个爸爸也受洗 成为上帝的儿女 那个爸爸有一天打电话给我 他说谢谢你 带我的儿子信耶稣 今天我也信耶稣了 我跟我的儿子开始一起去教会 我发现当我们一起去教会之后 我们的父子的关系改变了 我们的家庭 我的餐厅整个好像气氛也改变了 真的很感谢耶稣 也很感谢你传福音给我的儿子 我们相信虽然我们的环境 不一定照着我们所期待的 但是神是行神迹的神 当我们相信耶稣 他必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感谢你 你是慈爱的父亲 不论我们的环境如何 当我们相信你 当我们寻求你的时候 你就能够赐下改变 愿你帮助我们每个人 都能够经历这样的重生 经历这样的改变 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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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